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队以常规赛65胜17负排在西部第一位 森林郎则是在常规赛的最后一场生死大战中加时击败绝金 时隔13年之后也是成功晋级到季后赛当中 本赛季常规赛四次的交手记录 森林郎被火箭横扫 在两队主力方面 巴特勒和哈登之间的队位令人期待 此前两人曾在常规赛中交手13次哈登所在的球队 9胜4负 占据优势 首席开场 火箭队发动快攻 哈登持球推进看到已经冲到篮下的阿里扎 及时送出基地妙传 阿里扎接球假晃躲开防守 轻松上篮 为火箭取得开门红 火箭攻击点明确 在哈登的策动之下连续冲击内线 卡布拉与哈登之间的攻击配合 打得森林郎是毫无还手之力 哈登这边不仅把卡布拉喂的是美滋滋 自己也打开了三分线外的火力 一举带领火箭把比分打成11比4 而森林郎对边全面被限制住 唐斯在篮下的争夺当中惨遭卡布拉大冒风伤 眼看森林郎进攻受阻 维金斯是火速上线 连得6分帮助森林郎缩小分差 眼看森林郎将比分给追平 保罗开始接关比赛 本节还剩20多秒 他先是在快攻当中标射三分球 稳定军心引爆主场气氛 哈登在场下也是为兄弟点赞 最后保罗急速发动进攻 妙传篮下等待已久的内内 后者轻松打成2加1 火箭27比21领先结束第一节 此节火箭的内线火力继续发威 内内举火烧天杀戮禁区 硬扛着唐斯强行出手 在失重的情况下将球打尽还造成对手犯规 转过头来戴刺尔的玫瑰是华丽绽放 罗斯找准机会空接进入内线 接巴特勒基地妙传 强以着内内上篮回敬了对手 一击2加1 本节还剩6分多钟时 巴特勒在外线强头出手 命中三分球 帮助森林郎也是实现反超 然而耗尽不长 森林郎的进攻再度停滞 哈登与卡皮拉的空接配合 令森林郎只能是望球兴塔 对于森林郎队来说 更致命的是火箭的外线也是火力全开 哈登连续单挑森林郎的两名主力 先是在巴特勒面前拔起就投 最后连续利用脚步移动细刷 维金斯撤步三分也是硬身入网 两季霸气的三分球 帮助火箭领先优势扩大到10分 最后哈登在篮下 自投自强补拦命中之后 仰天长效让火箭占据场上主动 领先7分进入到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一边在战 火箭队防守松懈给了森林郎追分机会 巴特勒与维金斯连续外线开火 帮助森林郎实现反超 本节过半 哈登单挑罗斯开启了杀神模式 连续跨下硬球迷惑对手 突然拔起出手 成功打4分 两队的比分交替上升 罗斯成为森林郎紧咬比分的功臣 他与哈登的对标大戏也是堪称精彩 这边有罗斯埋伏底脚突失3分冷剑 那边哈登有滑翔劈口霸气回径 本节的最后时刻 哈登急加速突破成功打成2加1 火箭凭借此球领先4分进入到末节争夺 末节过半 双方依旧是比分紧仰 哈登开始接管比赛 迎着内线突破 靠开威尼斯的防守 迎面唐斯抛投命中 紧接着一起集挺3分 首起刀落一人连得7分 帮助火箭94比86 奠定领先优势 本节还有一分多钟时 场上出现了最迥一幕 哈登执行两阀的第二阀不中 拿到篮板球的唐斯状态游离 完全忘记传球快攻 罗斯接球后反应迅速 助攻维坚斯快攻爆头得手 最后的十几秒 唐斯普拉命中 帮助森连郎将分差缩小到只差3分 最后保罗传球失误 让森连郎看到了班平比分的希望 巴特勒持球 进攻推进选择单挑 背转身3分出手不中 维坚斯拼抢篮板时出界比赛也就此结束 火箭队104比101 取得季后赛的开门红 火箭的哈登得到全场最高的44分 巴斯助攻 莫洁力挽狂澜 成为球队取胜的关键 巴特勒得到14分 12篮板 最亮的这边 维均斯得到全队最高的18分 双方将于北京时间的4月19号 迎来激活赛的第二者争夺 腾讯体育综合报道